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旋转吧 假期 谢谢旋转吧 假期栏目指定产品 由真品质 放心每一刻玩拿山奶粉独家提供 大家好 我是杨帆 很多观众对于我的印象就是 杨帆这个主持人在台上就会搞笑 搞笑 搞笑 其实大家并没有了解真正的我 其实我是一个有内涵有文化的主持人 这话说完得很自信 所以我想也是时候推出一档高端大气有温度上档次 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访谈类节目 于是就推出了旋转吧 假期 我们的节目呢 每期有一个主题 今晚的主题是什么呢 邀请我们的外联周培言 班哥 你可来了啊 今天咱们要来的嘉宾呢 是黄小娟老师 还有她的朋友们 哇 现场年轻观众可能没有那种感觉啊 你说到了我这个年纪都知道 我们是看着黄小娟老师的小品长大的 对 但是我得批评你一下 怎么了 你作为咱们节目组的外联 请黄小娟我是很开心的 请朋友们干啥 咱们的经费有限 朋友就朋友 还门 你放心 这都白来 白来 那可不 人都白来 这都人缘 这都 漂亮 好 下去好好准备啊 别管了 马上就来啊 好好好 掌声有请黄小娟老师出场 大家好 小娟你好 杨凡你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主要就是黄小娟和她的朋友们 那我先采访一下啊 娟姐你心中的朋友的相处 知道是什么 朋友应该已成相见 真诚很重要 真诚很重要 对 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弟弟 是这个组灯光 舞美 武美 导演 还有什么摄像啊 剧物啊 都是我这个弟弟一个人来完成 他的名字叫蔚来 请上来跟大家见个面 来 来 跟黄老师 用 小伙子你太能干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 我刚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个打杂的 那你说实话 你有没有怨言啊 干这么多人的活 所以说我今天真的想借着这个机会 当着这个全国观众的面 跟我哥说几句 掏心窝子的话 哎 你们姐愣着干啥 这时候是煽情的音乐起来了 好 既然说到这儿了 弟弟 掏 方哥你也太口了 啊 我一个人干这么多活 你就给我一份工资 我也就忍了 黄老师 他欠我五十块钱 到现在都没还 你看眼瞅过年了 我这咋回家呀 你这太能当老赖了吧 不对 你这不对劲啊 刚才说 对朋友应该以诚相待 你这欠弟弟的钱 是 你怎么应该给呀 欠 我知道是欠这五十块钱 不应该 我是应该结 但是你也知道 五十块钱呢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大到十块 这个 你看 你是弟弟嘛 对吧 我这特意准备了 这十六 你先拿着 剩下的三十二 咱们分期 好吧 姐姐 其实我这人 最好交国际上的朋友 那不是国际朋友 对 乐队队长 耶果 来 跟杰杰打个招呼 黄老师您好 您好 耶果 其实翻个阵的很好 很多中文都是他教我的 老师都可以 是 我觉得很难相信 就是我们六个人 拿二十块钱怎么分呢 对 对不起 我也不是听得太懂你的种文 好 谢谢 回去探亲 探亲 探亲 天哪 我没听错吧 你怎么混到这份上 太惨了吧 没有 没有 娟姐 是这样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今天是聊您 荒小娟和她的朋友们 这样我们是访谈节目 肯定涉及到很多深入的话题 这个主持人呢 就不负责了 姐你自己在这呢 好好捋一捋 一会儿你想聊什么 我 我到那边办点事 你要干啥去 不能把我一个人 扔在这啊 我躲会儿债 来 各位 东宫走了啊 东宫走了 咱们现在来到了 景区最著名的景点 百年玉奇点 是剧鞋盘 来 给我拍一张 恭喜赵老板 喜提玉奇点 来 给你拍 恭喜前老板 喜提玉奇点 我 过来 恭喜孙老板 喜提玉奇点 我说各位老板 你们一路 喜提了机场大巴 喜提了飞机 喜提了T3航站楼 请问王老板 您还喜提点啥呀 你看我这胳膊 我啥也提不了 您这是微伤转重伤啊 那个各位老板 咱们进店随便看看啊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笑我们再说 欢迎光临 这位就是百年玉奇店的老板 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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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能够来到我百年玉奇店的朋友 刀戏有缘言 为什么呢 今天是我母亲 巴西细碎的整瘦 你这一点没听出是整瘦来 这不整坎儿吗 你说对了 朋友 我妈妈是有坎儿啊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 我爸爸是画家 有一年了 我爸爸出海踩风 你们猜踩到什么风 妈妈 踩风 人没了 我妈妈手刮细细多年了 拉起我长大不容易啊 所以作为校级 今天为了纪念我妈妈的生意 全场预期 一律 一举 那都一本啊 来 朋友 都演戏吧 这是何田玉 原价九十 原价九千九百八 今晚只要九九八 也祝愿我的妈妈 能够活到九九八 谢谢大家的掌声 俗话说 穿金显富贵 待遇保平安 这是言言都懂的道理 对吧大哥 你这胳膊 咋整的 摔的 你看 多么好的力气 这位朋友 朝起劫难 就是因为不待遇 你看 道理 你看 有人起哄 其实你们错了 恰恰就是由于他带遇 才保了平安 他这辈子注定是 两胳膊都舍了 但是带了遇 保了一条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就是摔的时候 让玉给割的 那我重说 我来跟这三位 没有待遇的朋友 导游 你给我说清楚 他们是买玉的 还是卖玉的 他们是微商 也卖东西 幸会 幸会 怪别人 有眼不惜泰山 没有想到 原来也是 卖玉的同行 你们是不是 以为我也是卖玉的 对啊 你们错了 其实 我的珍惜身份 你们并不了解 俗话说 中医文化 渊源流长 中华文明五千年 作为一个严谎己训 对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 要有崇敬 要有敬意 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家的珍惜身份 续带 新衣 续带 新衣 我来跳 你懂不懂 这样了呢 这样了 其实你们不逼我 我是不想讲这个故事的 细带行衣其实应该低调 不是 你怎么细带行衣 你不刚说你书香门第 书香门第就不能细带行衣吗 而且我们家呀 有一个传家宝 就在我爸爸的手中 如果你们掌声热烈一点 我把我爸爸请到现场 好 好 等会儿 你爸不让台风刮死了吗 我妈妈再婚了 你妈不守寡四十多年 那是我亲妈 我说的是我的继母 你继母不是 你怎么 尤其我的爸爸出场 看这老头啊 我的老父亲今年八十八岁了 这辈子就是继续救人 当然如果今天大家掌声热烈一点 我让我老爸给大家来个小绝活好不好 来 来人呐 上铁链 远一点 危险 这通红通红的火炼 在这个木炭上 已经烤了七七细十九年 今天它的表面温度 已经达到了九千九百八十度 当然 如果大家掌声热烈一点 我让我爸给大家来个手撸铁链子好不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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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热烈一点 再露一遍 掌声不停 掌声不停 没戏啊 哎呀我的大壶啊 疼啊 这是我亲爸爸 但是我没有心疼的原因就是 用上我们家祖传的雕油膏马上就系好 来 上 祖传秘方 看看怎么使用 还可以敷脸 哎 怎么样 哇 很维系 神不神奇 这这雕油膏多少钱啊 这也不错 哎 雕油膏不能问卖多少钱 只证有缘言 但是看你们几个朋友有缘 今天只卖八八八 八八八不算贵 买不了冰箱和冰柜 也不用开家庭座谈会 八八八不算多 旅游到不了新加坡 要买多少你赶紧说你干 你赶紧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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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芝麻 说啥呢 旧季骨折 来十盒 你你给给我来两盒东西 二十盒 来来来来 其实没有剩余的 在这买着 来来来来 发几个 小样 哈哈哈哈 哎各位老板 各位老板咱们买完了吗 完了完了 哎哎哎买完了快了快了 哎哎买完了 咱们该去下一个景点了 买完了买完了 又都买完了 走了 走走走 咱们再见 本店社区商品盖部退负 那不能给你 哎 慢走啊 嗯 都得 哎 哎哎 小样 还不一声 我看还是不如我 是吧 过去 三二一 耶 啊 啊 哦 怎么了 你有病了 怎么了 你怎么真把铁量子给烧红了 我这不想的节目显得精彩一点吗 快点给我想办法买点药去啊 找什么急啊 咱们家不有祖传的雕油膏吗 我给你 站住 咱家的雕油膏好不好用 你自己心里还没输吗 哦 你给我买点真药 别着急 爸爸 我先上个网 哎 哎 买药你上什么网啊 你看你奥他了 现在买东西都要上网啊 送货方便啊 还可以比价啊 哎呀 你看这个评价多高啊 还有追评 还有视频 这个货叫欧洲进口的 Big Baby修复霜 装门制手路铁链子的烫纱 我现在下单 马上就送货 但是稍稍有点贵 五千块 但是我看在您是我亲爸爸 我就买了 好吗 哎 好 等着吧 马上就来 有消息 有消息 回去 对不起 这位朋友 本店收出商品 该不退货 我不退货 我这不给你送货吗 我省得叫快递了 我自个儿给你送来 你送的这是 修复霜啊 是欧洲Big Baby修复霜吗 当然了 这你买的什么呀 谢谢你哦 我记住了啊 我这个不退货 好 我还会给你好评 好不好 好 五星啊 谢谢谢谢 爸爸这手有救了 Big Baby修复霜 你看 哎呀 谁啊 哎 这不就是咱们家的雕油膏吗 哎 世界上还有这么抢的事 你别给我来这套 嗯 你把咱家的东西花八百块钱卖出去 又花五千块钱买回来 合着我花四千二自己撸铁链子还来看 我糟了这个臭小子 是个黑皮 拿了 观众朋友 掌声不停 让我爸爸给大家表演一个脚踢大孝子 好 欢迎回来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旋转吧 假期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黄小娟老师 刚才呢 我也有幸参演了其中的一个小品 我看见了 上来大家就跟你要钱 然后你现在又去骗游客 这个作品纯属虚构 如果有雷同的话就是巧合 但是我要说就是演这个小品 我才知道 演小品不容易 不容易吧 所以这么多年啊 娟儿姐在舞台上合作了很多的小品演员 有很多观众朋友是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潘长江 魏吉安 郭东霖 孙涛 对 这些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 搭档 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朋友 好朋友 没错 对 而且这一期主题不叫黄小娟和她的朋友们吗 所以 你把他们几个都请来了 当然了 我们节目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这样的一个访谈节目 他们都是慕名而来啊 真的 而且出场的第一位 咱们现场的朋友你们都认识 我说一下那个形象啊 可爱 然后怕老婆 喜欢卖洗衣粉 没头发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最闪亮的郭东霖 淡定 你是不是想说郭东霖 你怎么还把底刨了呢 因为他不可能来 什么情况还不可能来 你一共就给我六十块钱 你让我请郭东霖 不是 我给你六十块钱 是让你请郭东霖和潘长江的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权利拒绝我 给完我六十块钱 你还让我跟他们还价 我还不下去了 你这个外联还想不想干了 你半年前的公鸡还想不想要了 我要 我请去 我请去 你给我找他 我请去 你这节目真是有点难做了 郭东霖 我跟你解释一下 不是没来 来了 但是在地铁里堵着呢 没上来 咱先聊话题好不好 我就当他们在路上 就是在路上 第一个标签 小品女皇 这个可不敢当 桥当中有一个桥段 我相信很多朋友印象很深 就是黄上轩老师和潘长江 在这个竹篮里面 跳着跳鸡杂舞 对吧 对 那个当时是很火的 你想试一试吗 大家想不想 让杨帆跳一下 你看 这怎么竹篮子都上来了呢 你有舞蹈服吗 不是这才是你亲弟弟呢 我这一听你底下的意思 你就要跳 我特意给你准备好的 太可爱了 好 这儿老师都出汗了 来 化妆师 下去给小菅老师补补妆 化妆师 我是化妆师啊 跳着下去 来 来 黄老师 菅儿姐 我带你去化妆去 其实根本不需要化妆 我是找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外联周沛妍叫来 来 现在那个朋友们 嘉宾的情况落实得怎么样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我就是因为不放心 我才把娟姐给支走 单独问你 我爱个都找了 都不来 看到你这 再说一遍 都不来 都不来 你让我放心 有请我们现场的保安来一下 保安也来了 来 把帽子戴上吧 这样 你替我 踢死他 碰瓷 我告诉你 大姐 你看好 我这可都有监控 都拍着 我可没碰你 大姐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拉倒吧 啥碰瓷 儿啊 快点扶我一把 哎呀 扶你是不可能了 我最多可以帮你喊喊口号 好 左手扶地 右手给力 啊 左腿增 心里默念 我能起 走云 我能起 恭喜 你这老头够坏的 我这也都是摔出来的金烟 大兄弟 嗯 给你打听个事 问路五十 找人一呗 嗯 能找着 婚姻介绍中心 怎么走 没找着 能找着 我知道能找着 我的意思是地方 是不是没找着 啊 这个地方不是没找着 是能找着 是我没有找着 你能不能帮我找着 好 好 明白了 我能找着 能找着 能找着 婚姻真心 就这儿啊 五十 嘿 谢谢啊 那啥 你再帮我找个人 问路五十找人一呗 给我女儿 介绍个对象 嗯 哎 不是 你这就少了 不是 你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呀 你找对象不止一百 加一百 行吗 请坐 痛快 我们公司的这个 在线注册会员 高达本小区百分之九十八 也就是十二栋楼 人家现在都是全国连锁的 你就管这一小片啊 呃 这个 您有新的订单 请及时处理 你看 这不是 你看 哎呀 对于一些较远的客户 我们还提供这个上门服务 啊 哎 哎 哎 我知道啊 你说那个西门二栋五零八的 不是吗 啊 对没问题 好嘞 老样子哈 一袋狗粮 嗯 好 知道了 你卖狗粮的啊 哈哈哈哈 啊 这个 就是 这 这 这 产业链 哎 你看你不懂了 啊 刚刚来电话的这个是 刚刚之前就在我这里配对 成功的一对小夫妻这个现在正在家里开party 然后想邀请很多的亲朋好友当场撒一把狗粮 哇 厉害 哎呀 看来我是来对了 找对地方了哈 来对了 这么着 我呀 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女儿的自然情况 那没没没没问题 你说我记一下 我的女儿28岁至今未婚 她的职位也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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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记这么多哈 写多了我脑子记不住 是这样 我们根据女女儿的这个体貌特征 我们先进行第一轮的匹配筛选 好 1号楼10单元608的这个小王 不错 联系一下 我给你电话联系一下 好好好 嗯 哎呦 嗯 小王啊 我看 喂 哎 是这个小王是吧 哎 是 哦 哦 哦 你媳妇叫你是吧 哦哦 滚 你陪我干什么了 你接受对象你懂不懂法呀你啊 哎 小王再见 退钱 不不不 退钱 你别着急冷静一点 你先坐下啊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记错了 不是你还能不能醒了你 你看 你我 这主动联系的来了 那你快接呀 喂 哎 这我想先问你有没有对 哦 哦 狗粮是吧 就你稍等不好意思啊 那个外卖的下班了 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不好意思啊 打扰 我先送过粮 你先处理我的问题 不是 人家这着急了呀 退钱 继续继续 咱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 哎 你女儿的职业 演员 演员 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接了当的 清晰可见的这种就是 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就是你有没有女儿照片 你就直接说看照片不就得了 照片有 哎呀 漂亮吧 漂亮 这个我明白啊 都是演员 这个叫艺术照 就是有没有就是 就是她在生活一点 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 这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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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差距就很明显了 啊 那个 什么意思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女儿有个最大的优点 什么优点 从来不卸妆 从来不卸妆 哦 哦 哦 那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 就是你女儿 可以一直就是说 就是 保持是这个状态 是吧 耶 哦 那你女儿这么优秀 确实是靠她后天的努力啊 你要早点说出 你女儿这个优点 我们这个小品早就结束了 啊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呃 你女儿早就配对成功了 有何事的啊 哎哎 不瞒你说 我这个客户里 有这么一位 且仅有这么一位 跟你女儿完美匹配 有照片吗 哇 我认识 讲硬 你看看 对 抓紧时间 就是她 就这么定了 就要她了 就是她了 没问题 哎 赶快安排 两家家长见面 那择日不如撞日 什么意思 现在就见 今天就见 马上立刻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她父亲 我认识的 外联 没有话题了 哎哥 那个 干聊实在没有聊的了 那个朋友嘉宾什么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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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什么 我办事你放心 潘长江到了 潘长江到 我的天哪 潘长江到了 坐 你别害怕 你兜里钱够不 没说要钱吗 我都给完了 五十八 给完了 你还密些两块呀 我留两块坐车 这个时候 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了 女士们先生们 旋转吧 假期 黄小娟老师专场的 第一位出场的神秘嘉宾 潘长江老师 终于来到了现场 掌声 有请 兄弟到那儿蹲着去 我什么也不说了 刚才那个兴奋呢 在那儿 手舞主导的 结果 潘长江 其实呢是 不是 潘长江老师 他不来了 我看出来了 今天咱就不纠结这个话题了 更重要的是 给我这个弟弟未来 包括这个小周 一个表演的机会 其实您不太了解 除了我本人 有表演的梦想 其实我这些团队的成员 都会表演 所以接下来 有请他们上来 咱们搞一个小测验 您来物色一下 如果他们四个人 好好培养 谁有可能成为 一代著名的影视演员 好好把握机会 接下来呢 咱们也是一个游戏 也是一个互动 也是一个对赌 这四位年轻人 面前对应的饼干 加心馅的 有一个人加的是芥末馅 所以通过他们吃饼干 您来判断 他们当中谁 吃的是真芥末 如果您猜对的话 表演错了的那个人 将会现场接受 吃真芥末 当然如果 娟儿姐您猜错了的话 您吃芥末 好不好 我猜错了 观众说好不好 你就替我吃芥末吧 我陪您一起吃 好吧 好 黑暗你先来 请躲都没躲过去 它好像是真辣着 再来一口吧 以毒攻毒 脸辣得都 都抖起来了 来 回来 回来 哥给你创造的机会 好好把握 我评价一下 比咱们台里伙食好多了 感觉 挺震定的 好好吃 好好吃 挺震定的 真香 真香 叶果 闻一闻 大刀 戏有点不 值得是贱 不是皮霜 好不好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最后可能是真的 太甜了 来吧 来吧 尤其刚才我们 小品当中的导游 年轻演员刘爽 这是有个表演经验的 女演员 看看她 你们有再提升的空间 大姐 大姐 职业演员就是 好猪喷呗 这个三个演员 表现出来吃着芥末了 实际就一块是有芥末的 就一块是真的芥末饼干 来 接下来难题交给黄小娟老师 请问四个演员当中 谁吃的是真芥末 哎呀 到底谁吃了呢 你 椰果 确定吗 这个 她在眼睛里头都有眼泪了 辣的 嗯 确定不改了 不改 好 来 接下来 如果不是她 那也说明她戏太好了 可以拍电视剧 吃的是真芥末的演员 往前一步 三 二 一 咋一步啊 哥 谁吃的是真芥末 我吃的是真芥末 哎呦我的妈呀 就我不要真诚 全吃了了 表现你还那么淡定 哇 你这么棒 吃真芥末一点反应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测试一下 那个芥末是不是有点问题 来来来 再拿点芥末 让她再吃一下 接下来惩罚的时候 到了 我们为 黄小娟老师 量身定制的芥末饼干 刚才说好的 咱们俩一块儿吃 再来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姐 淡了啊 哇 哎呦我的妈妈是 好感动哦 以后再做节目 煽情哭不出来 就吃节目 为什么要搞这个互动呢 其实他们将来拍拍戏不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则 就是放弹量不够 游戏凑 游戏凑完时长还不够 小品凑 看小品 老头子 你说这大周末的 儿子还加班 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 都二十七了 我看啊 你想当奶奶这事啊 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 哎呦你怎么 这老头子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回来了儿子 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那个 我跟你说个事 说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 然后我有个同事 想来咱家家伙班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 都周末了 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 你这干什么呢 你看看真是人都来了你看 哎呦进来吧婷婷 婷婷 对 周末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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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今天我 婷婷 婷婷 哎呦你看这姑娘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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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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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姑娘多大了啊 哎叫婷婷是吗 啊对啊 哪的人啊 单身啊 哎呦那个你是属的 还有谁呀哎哎我我 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俩是来工作的 对 这啊 我不打扰你们啊 我们在那边 哎 哈哈哈哈哈 够半井的 是呀 这样就好 几个有多高啊 你总比较胡说了 你真是 你俩看啥 我们看 这个日历 不是看日历的 你看人家日历 你看看就说今天 你看看 会有 会有 你嫁娶 又嫁娶 又这儿还一安床 安床 你干啥呀 干嘛呀这是 安床了怎么 这不是这写着 这不是这安床 干点正事 去吧 去吧 咱们来是不是打扰叔叔阿姨 是 不用管他们 咱们儿子在什么时候 把女同事 领回过家呀 没错啊 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我都有点不适应了 我也是 你说咱们孙子 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 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对快定下来 我赶紧啊 电话通知咱们家里的人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 你得摸摸底 摸摸底 对 儿子 挺挺 阿姨 那个 吃点零食吧 这是山楂糕 这是辣条 可好吃了 谢谢阿姨 妈呀 一烫一烫 你累吗 阿姨真好吃 那就多吃点吧 谢谢 吃的什么呀 山楂糕 酸儿辣女 对 蒙生儿辣 我觉得呀 咱 你俩 嘀嘀咕咕在这干嘛呢 儿子 这姑娘行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 我实话跟你俩说吧 她是我小租赵 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 你别打扰我在工作的 好好 行行 去吧去吧 工作去吧 去吧 哎呀妈呀 哎 人家是小组长 小组长咋了 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 咱儿子也不差呀 那是小组长知道吗 嗯 咱得帮帮咱儿子 想想 对 把咱儿子的这点好事 也让小组长知道知道 对 小组长咱儿子 哎呀 哎呀 人家 你看看你这个 北京市朝阳区 画罗更杯 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小学一组高年纪组 第一名的奖刀 都落了灰了 哎呦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我都看不清楚咯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 一个字不搭全念出来的 走起来 哎呦 婷婷那奖牌 拿过来给阿姨看看 啊 这个 这个 哦 对对对 哎呦 这奖牌啊 这上面有字 你给阿姨念念 阿姨不识字 哦 小火聚首 你还能够小火聚首吗 是 妈 你这 你一个大专毕业 你这几个字 你不认识 又笑话吗 看看你 又聪明 又灵力 人又好 五官端正 身体健康 我们还有 北京的工作 我们还有户口 我们还有 有车有房 哎 就差父母双亡了 啊 说什么呢 你干啥 我的意思是说 她随时有条件 遇到好的姑娘 随时就能结婚 哎 晴晴 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爸妈 那到底是她干啥 你想干啥 你想干啥 你闭嘴 你说你都二十七了 连个对象都没有 那我跟你爸 这不是帮你的吗 你俩这是帮到吗 那本来我俩可能 还有点戏 被你这么一搅和 那一点戏都没有了 有戏啊 儿子 哎呦 那太好了 你这么说 我这心里 我们就有谱了 太扯了 坐去吧 去吧去吧 你俩 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还要个私人空间 走 走吧 走 你这是 天哥 你说 不好意思 那咱继续吧 好不好 哎 哎 哎 怎么突然停电了 儿子 婷婷 累坏了吧 来 这儿有牛排 红酒 好好享受 你们两个人的 私人空间吧 够了 爸妈 你这么做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婷婷 啊 真不好意思啊 我跟叔叔 我们可能有点 心里太着急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我理解 婷婷 我送你回家吧 走 哎 儿子你看 这 要不 要不 要不吃了饭再走吧 这牛排都煎好了 我 不吃了 走 那个 要不 吃完 再走 也行 婷婷 你的意思是 其实 我一直都觉得 你挺好的 我再去炒两个菜 开红酒 走 节目进行到这儿啊 我们的外联周佩妍 刚才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终于 黄文娟老师 您的朋友问题落实了 谁来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的 详评演员 郭东霖 大家好 大家好 都来了啊 都来了啊 刚老师你来凑什么热闹 太不像话 外联一大早给我打电话 说请我来当越战越勇的评委 刚老师你来抬头看看我们这是什么节目 这是越战越勇吗 旋转吧 假期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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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郭老师请留我 还有事儿 今天弟弟遇到点难事儿 这样 郭老师我问你 你跟黄小圈老师应该是朋友吧 不认识 下期还想不想点评了 越战越勇 对对对对 想起来了 认识认识 真的是认识 实话实说 我们俩连微信都没有 看出来都没有 不是 你看 黄老师想加我微信 你朝你那点初心 加个微信 下次就是老朋友了 这就是黄小圈老师 和他们朋友们的故事 郭老师 谢谢 非常出色 再见 郭老师 就这么让我走了 你还想提什么要求 那这么着吧 我这打车费也不少 打车费多少钱 我总能给我报了吧 150亿 那算了 太快了 我下期越战越有 让您唱疼爱妈妈 行吗 好 那这么着 既然来到了旋转吧 假期 我就在这儿唱 我爱妈妈 我太爱妈妈 没有话题了 黄老师 你要不要采访 采访我 我也想找个机会 在节目里面 哭一回 你就圆我一个梦 好吧 来 掌声欢送我 好吧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旋转吧 假期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著名节目主持人 杨帆 有请 黄老师 你好 杨帆 你好 好 请坐 过去呢 大家都是看你主持节目 今天呢 你是作为嘉宾 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 你太幸运了 好好好 我读信的关节 大家都非常喜欢 你主持的节目 你看我们的栏目组 接到了很多 给你来的信 你要把每一封 都要念出来 让大家听一听 其实看到这个信封上 写的字 我就想 敬爱的中央台主持人 杨帆收 看看里面的内容 你看这第一句 说得多感人 亲爱的杨帆 欠债还钱 天经地 第一 这个看下一封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刚才拿错了 这一封 最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 杨帆收 亲爱的杨帆 外国人工资 不能拖欠 那个黄老师 我一看估计这几个信 都是要债的 那个咱们要不 我下一环节再哭 对对对 你先别着急 你是非常著名的 节目主持人 不敢当 不敢当 但是没想到 你欠大家这么多的钱 不过没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 有更大的惊喜 等着你 好 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观众朋友们 有很多喜欢你的 制作了一些短片 这样 这样 稍等一下 那个刚才有个芥末饼干来 这个看短片是很感人的 我酝酿一下 放声 可以放了 请看大屏幕 少女 我爱你 少女 我永远支持你 我是你终身的粉丝 杨帆 千年还钱 天经地义 给你们钱给我拿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姐 给我一句说话的机会好不好 音乐老师给我一点 煽情的音乐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 大屏幕导演 把后面那个背景 给我升上去 春秋末年 英国战败 割地赔款 烟波将军 急火攻心 身患重病 传说民间有位大师 能治百病 便命下属 四处寻找 大师下落 大师啊 我家老爷这寿宴呢 多亏了您 您这厨艺啊 真是相当紧张 你看你做这家常豆腐 真长啊 真长啊 您没来之前呢 我家老爷已经三天没吃饭 通过您精湛的记忆 我家老爷现在是食欲大震 精神换法 您是真大师 小事 那行 既然如此 大师就述不远送 你我救死 别过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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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长得丑啊 爱吃藕 你啥眼神啊 不是 大师是这样啊 我们家大人呢 身体不好 三天没吃饭了 老年去府上想想办法 这你算找对人了 走着 齐铃大人 大师已经找到 好 快快有请 快快有请 在下魏京 拜见老爷 魏大师 本将一向注重诚信 先有银两相赃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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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我我什么没干呢 不是 大人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腰里 别 好 那就烦牢大师 给末将看一看吧 看什么 看我呀 你好看吗 我是想请大师来 为本将好好地看上一看吧 那开始啊 开始开始开始 我要跟您说一下啊 我总觉得 肝不太好 肝不好 你肝多长时间了 五十多年了吧 五十多年那不臭了吗 那好了吗 这还能臭 五十多年还不臭啊 那臭了怎么办呢 换新的呀 这东西上哪换去啊 碍市场 碍市场 对什么猪肝羊肝 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呢 就换吧 那玩意买了它能换吗 能啊 前两天那老头就这么好的 这位老丈换的是什么肝呢 鸡肝 那老头换完也好 那真是精神换法 早晨五六点准起 起来还大名呢 什么了 七八糟了 那即便是有肝 又怎么个换法呀 我这有家伙呀 哎呀 咱是专业的 你一家 我这就专业的 不不不不大师啊 这个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这种方法 疼 那个 有没有保守一点的方法啊 你说你这人抠的怎么 这这样 这样 你家有什么 拿过来我看看 哎 快快快 快把府上的药材 都给大师取来 大师 又想吃好的 还使不得 哎 来了 都在这里呢 这都是啥呀 啊 就这这这这 这树叶子啊 这草根子呀 你们家就吃 这玩意好得了吗 我跟你说吧 你就是死 也是抠死的 行了 就用你这个 再加上我这 不也带着点材料吗 啊 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一代 宗师 有请 在燕国 人们将大豆 制成干豆腐 又将草根 树叶 卷入其中 再蘸上少许的豆瓣酱 这可谓是 人间极品啊 面对着 大自然的这份馈赠 人们纷纷唱起了 对大自然的 颂歌 豆腐 卖人豆腐 存几袋卖豆腐 行了行了 大师 收了吧 大师果然有手段呢 快拿来 您尝尝 味道如何呀 好 那请问 此物我一次要吃多少 算一个疗程呢 这啥疗程不疗程啊 吃饱了算 吃饱了算 我吃此物 何时才能把我的病吃好啊 这吃这玩意还想治病 你有病啊 配话 我可没有病啊 要不然我找你来干什么呀 就是为我治病 难不成还找你做饭吗 我不是来做饭的吗 大师 休得玩笑啊 你要能把本将的病治好 我 我还有白银相赠 我治不好 收好你的古董 老爷你看啊 我这个 行医吧 它得有专门的这个制药的容器 是吧 你看你这儿也没有 那我先回去了 稍安勿躁 大师 咱们言归正传吧 什么 吃这个东西 跟治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 吃饱好上路嘛 赶紧送本将上路 那把这个感情让本将康复 那咱们就开始吧 做吧 我让你做药 好 你拿我当傻子呢是吧 这药都做成这样了还能吃吗 不是 我这不给你磨面呢吗 这不 行了 不就治药吗 开始 老爷 看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喜丸子 我认识 那此物都能治什么病呢 四喜丸子嘛 就是说你有四种病 那喜呢 喜 喜就是你有喜了 给我拿下 你这 都文化点 都干嘛 让本将给你对出下联吧 丸子 就说明 你要玩犊子 像我燕国一代名将 燕巫 竟然被你这个厨子给戏弄了 不是 你说你是谁 我当然你不认识 我当然你不认识 唐当燕国将领 燕巫 他丧权入国 搁地配款 卖入球 一点不骄傲 不自豪 去一边去 这有什么可骄傲的 原来就是你呀 放吃 别说我不是大夫 我就是个大夫 也不给你这种人治病 你好大的胆呢 你不怕我现在就斩了你吗 我怕 我当然怕 但我更怕的是家园灭亡 山河破败 我怕 我怕百姓流离失足 我国的国土 一点也不能少 一点也不能少 我要有个刀 我还多了你呢 给刀子是 我不敢 你不能说得这么明白啊 大人 我这就把他斩了 斩 住手 把他放了吧 谢谢你给本将开的这一剂良药 本将现在知道了 我得的其实就是心病 说得好 国土一寸都不能少 来人哪 号令三军 重整七谷 收封 国土 诺 旋转的假期栏目指定产品 由真品质 放心每一刻 玩搭山奶粉独家提供 邝老师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您 今天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还有四组演员 分别给我们带来了四个不一样的喜剧作品 在节目的最后 让您评选出一个最佳 您心中的最佳是 右相亲 掌声送给蒋毅 奖意将会获得由玩搭山奶粉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有请我们的李小姐 哎呀 不是李小姐吗 很带劲啊 李小姐 李小姐由未来一个人担任 好了 我们大型高端文化访谈类节目 全这么假期 今天就 等一下方哥 今天你的朋友们也来了 我也有朋友来了 对啊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现在欢迎杨帆的朋友们登场 来 观众朋友们 这 这哪是朋友 没有钱 话筒给你 观众朋友们 再见 再见